这次意大利的局势改变 希腊的改变 以及西班牙 我们还没有注意到 但是即将来临的 包括政治跟经济 两方面的动荡 而文青市周报的特派记者李仪慧 特别飞到了爱尔兰 因为在我们所说的欧洲四国 现在已经是欧洲五国里头 其中有一个国家I 当时指的是爱尔兰 而不是Italy 爱尔兰在这一次的欧债国家里头 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 在欧洲五国里头 它基本上是有秩序的 一步一步的还钱 但是这个还钱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陷入一个 恶性循环的过程 因为首先它要紧缩 可是在经济这么不景气之下 你紧缩预算 删减社会福利 造成的是一个恶性的经济 无法成长的循环 所以你就更还不出钱来 我们来自爱尔兰 看到整体欧债 其实是表现最好的国家 都陷入了绝望之中 我们来自爱尔兰 2007年 别类的经济黄金时代 达到巅峰 欧盟小国爱尔兰 成为美好时光的最佳见证 爱尔兰成为美国 进入欧盟的经济中心 爱尔兰外资产值高达80% 来自美国企业 但知名经济评论家 John Lancaster说 那是假的美好时代 强烦好时代 我们进入江湖延 让美国企业 去讨兰 犯了 我们一起探索 我们在世界中猪 我们进入江湖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欧珠五国之一 房地产和金融业首当其冲跟着泡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太好看 每个人都不太好看 每个人都不太好看 我做了J.E.B.教练习的教练习 我都做了所有的教练习 我都做了200CB的教练习 经济衰退 失落的一带 房产泡沫 银庞债台压倒民众 如果您想到贸易、布图园、印度 我认为10年 5年最欣赏的选择 只能让事情更坚持 10年是可能更加可能 我用了一个例子 在1997年1998年 第一个人都在1997年1998年 每个人都在1997年 都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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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类的贪婪造成的大衰退歧视路 在1997年 都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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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